再忙都要吃早餐 台灣人外食比例高 更有八成民眾選擇在外買早餐 一年的市場規模 預估有2000億元 看準商機業者出奇招 吸引消費者上門 這是現在買早餐送的優惠券 吃早餐跟美妝兩個八竿子 打不著的產業 如今攜手搶生意 就是看準一夜結盟商機無限 能夠發揮1加1大於2的效益 有咖啡又有碳包 然後還有多一個優惠券 覺得很划算 看看幾年前 航空公司推出Hello Kitty彩繪機 可愛feel超吸睛 光是團體客就成長了4到6成 還有滷肉飯推出潮梯 也讓當年的業績創下歷史新高 3C連鎖店與咖啡店結盟 讓消費者逛起來 更有生活品味也帶動來客數 再看看素食店早餐 光是低價高CP已經不夠看 我們平常都要吃早餐 如果它有這樣子的附加價值 其實是會提高我們來這邊用餐的選擇 一年兩千億的早餐市場 事實上競爭激烈 當初就是為了拓展更多的消費族群 才找上美妝店合作 魚幫水水幫魚 業者預估能夠提升至少一成的業績 為買氣注入一股生命力 記者臺北 綜合報道 記者臺北 綜合報導